What's up guys,我是可疑老潘马斯瑞 很多人经常说到看电影学英语 为什么呢 因为电影是好看啊 传统的这些学习方法 像背单词什么的特别的枯燥 所以今天我想教大家 如何看电影学英语 没事吧 为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 看电影学英语没什么用呢 因为电影好看啊 有很多很多好看的镜头 所以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你就激动了 你没有再认真学习了 看电影学英语的前提 其实就是最关键的是 你必须得集中注意力 如果你光看被动的去看这部电影 那你的英语就没法提高 那现在我们就不多铺垫了 咱们直接来看看 我是怎么看电影学习的 不管怎样 你学习的时候一定是要记笔记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手机 或者电脑打出来 但是我个人感觉 如果你真的动笔的话 其实效率就会更高 你更容易把这些单词都记住了 因此我就会用一个直制的笔记本 为了提高一下学习效率 我就给自己设计的小本子 我现在不出售 但是我想来个抽奖送出十本 你看下面的评论 我就会告诉你怎么参加 但是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具 把单词记下来 都已经超过了90%多的学生了 那这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你可以分两行 左边是英文 右边是中文或者反过来 然后我们下面 你一定是要把这些例句写下来 这样有些上下文 你自己也可以去造一些例句 你不要以为你把这个单词记下了 都已经完成任务了 目标就是把这些表达学的拱瓜烂熟 因此一个句子一个片段一部电影 我们要反复的练习 复习的时候要去考考自己 有没有记牢 如果记得 你在旁边可以打个勾 如果没有记得 那就打个叉 隔一段时间再次考考自己 我一般只有在复习连续 大概答对5次 才会把这个当成我已经学会的了 但是有个问题任何人都会遇到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单词或者短语 你死活都记不清楚 所以这些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方式 就是用传统的这些圣词卡片 也可以把它们就列在一个单子当中 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 就是左边写英文 右边写中文 或者反过来也行 然后把中文盖住了 看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然后可以再把英文盖住 看能不能自己输出英文 这就是关键 接下来记得如果你想提高口语的话 学一次两次不够 我们一定是要反复的学习 十遍二十遍甚至更多 但是不要每次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这样就会特别的枯燥 我自己比较喜欢做的一种练习 就是双向的翻译 你看到这部电影有双语字幕对吧 你可以先看一下英文字幕 翻成中文 挺好的 你就知道这什么意思 其实更难一点的一点 就是可以把中文再翻回英语 然后去跟英文字幕 去做一个对比 记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会用 你会输出 所以中文翻成英文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过程 往后呢 刚才我们提到这所有的学习方法 包括这个双向翻译什么的 其实都可以用来学习口语 但接下来呢我想跟你们讲一下 我最喜欢用的最常用的 用来吸得我这个北京口音的一个方法 叫做影子跟读 很多人读的时候就会先听一段 暂停再跟读 We are all going to die We are all going to die 但是你很聪明 你可以做的更牛 那我们就可以下载一个复读机APP 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 那就可以下载Speeder Lite 如果你用的是安卓手机 那就可以下载KM Player 但是复读机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就可以反复的播放 你想学习的片段的一个APP 就是这么操作的 你可以直接把一个视频导入到APP当中 然后我们就开始播放 找到你想学的这个剧奏或者片段 我们就可以选择开始和结束的位置 这样这个复读机就会反复的给你播放 那我们就先听很多遍 然后开始慢慢的模仿 然后跟着说 注意一下节奏 重音联读等等 重要的是要重复20遍50遍100遍 这样才能确保你能把这些句子的精髓 所有的这些发音特征都记得清楚 从一开始很多人都会说 语速太快了我跟不上 其实我自己学中文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没事 因为复读机的这些APP 你可以调一下语速 我就会建议你先从大概0.7倍开始 慢慢适应这个说话的节奏 懂了这个意思自己会重复出来 那就可以开始加速回到原来的这个速度 最后就是要注意一下你的口型舌头这些位置 我在很多视频里边都已经详细的讲过不同的音的口型是什么样的 老师不在的话其实没问题 你可以考考自己怎么做呢 就是你买个镜子 你拿个镜子去做个对比 比如说TH这个发音不是要咬舌头吗 很多人都跟我说我已经咬到舌头了 自己以为做到了 但其实你如果照着镜子会发现 可能先伸出去了 但是后来就收回来了 所以没有真的做到 我们刚介绍的这所有的学习方法 如果你已经有选好的一些片段 句子短语等等 那就可以用这些APP这些方法 但是如果我想练习口语的话 任何时候看电影每一句话 我都会用这个影子跟堵的练习 你嘴巴和舌头都是肌肉嘛 所以你必须得天天练 要不然你就没法练床 刚才我们说到这一切都是我最喜欢的 看电影学口语的方法 当年我练中文口音的时候 看了太多《非诚勿扰》 还有很多相声 如果你不想自己去选这些电影 或者短语的话 我最近刚出的一个电影口语课 马上要开课了 那边就选的四部电影 然后学习240多个短语 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链接 去了解更多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如果你长知识了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然后可以留言跟我说一下 你学习英语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